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欢迎收看快勤看访 我是陈飞机 今天的天气不错 我们来到大阪的北边 一个叫风中市的地方 来看一个中古的一户建 这个一户建在昭和58年建成 但是在去年的年中 已经进行过重新的装修 看起来这个外表还是蛮新的 而且前面的面积也比较大 可以停三台普通车寸的汽车 在风中市位于大阪的北面 算是一个休闲的住宅区 也是一些有钱人比较喜欢住的区域 而且距离梅田或是室内的大阪的中心 也就是20分钟到30分钟的车程 好了 这里的土地面积有200平方米 所以前面有一个很大的空间 而建筑的套内面积有120平米 大家看到翻新之后 人姓香也是重新翻新过的 在这个屋子的后面有一个后花园 待会我们会去看一下 好了 大家进去看看吧 这个防盗的监控也是全新的 而且这个大门也是全新的 进来玄关之后呢 看到比我们以往的一户建显得要大 左边的鞋柜也是全新的 包括地板也是进行过全新的铺装 这里就是玄关的感觉了 好了 接下来呢 我们进去餐厅客厅看一下吧 这边啊 就是客厅的位置 客厅的两边都有落地的玻璃窗 大家看到右手边呢 就是我刚刚说的后花园的位置 待会我们再去看一下 再来另外一边呢 就是饭厅的位置了 厨房 包括厨柜也是进行过重新的装修 跟以往一样 左边示范冰箱的位置 而且这个厨房呢 是带有窗户的 透气方面会比较好 厨房标配了三个明火的瓦斯炉 也有洗碗机的功能 右边已经做好了橱柜 好了 看完饭厅客厅之后 我们来看一楼的有一个合适的房间 这个合适大概有10平方米 右边呢 就是传统的soda的位置 左右两边也带有窗户 好了 来看看一楼大厅出去的这个后花园 这里大家看到黑色的布垫盖着呢 是因为这里还没有卖出去 为了不影响下面的干净 所以就用这个布先盖着 不得不说 土地面积大 后面的后花园呢 也可以种很多花草草的 好了 然后我们来看一看一楼剩下的设施吧 接下来呢 我们来到了洗浴的地方 这个就是全新的一个洗面台 还带有柜子的 而且浴室也是全新的 这里呢 只有一个洗手间 就是在一楼这个位置 楼梯底下也带有一个小的收纳的位置 好了 接下来我们去二楼看看 二楼呢 总共是四个房间 其中一个是日本风的和室 这个房间 十平方米左右 旁边的这个也是 这个盒室呢 就比较大一点了 有将近十二平方米 而且带有的收纳位置呢 也是比较多的 最后这个房间 大概十平方米 带有一个大阳台 而且也有收纳的位置 这个阳台很方正很大 可以好好地利用它 这个阳台很方正很大 一户建最大的特点 就是用钢筋混凝土做的 比一般的一户建要高级很多 而且更加耐用 这里的售价是5480万日元 不让你觉得怎么样呢 今天的快签看房就到这里 记得点赞 关注 留言 下次再见